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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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PEANUT.COM 很特別,我是蕭若如 好,回到第三節 本來想播放《迪子》 是宿罪那首歌的 但這個技術問題 先解決一下 因為Youtube原來是不准影片 裡面有影片 是嗎?現在不行? 這樣規定 這個先解決一下 因為其實版權應該不是問題 MV的版權是敵止自己 自己播自己的歌也不行 但這個沒辦法 有時法例的東西就是這麼奇怪 Youtube找得回的 大家想聽 大家可以 應該我們會說這首歌 我剛剛想說的 法例有些很奇怪 等於當日室內地方 不准吸煙的法例 我的朋友吸了幾十年煙 他說他畫公仔書 他說 蛤?怎麼搞的? 過了法例 即是在一個私人地方 有蓋的地方都不准吸煙 他說我喜歡柯督市在桌上也可以 其實也是 但不准吸煙 這是什麼道理? 這是我的私人地方 但不准吸煙 但無論如何 就先說一說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 其實是你暫時最新的歌 這個在很多媒體裡都可以聽 首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寫這首歌的時候 是不是喝醉了酒? 其實是 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是喝醉了 你有這個想法? 應該是在縮醉了 其實應該說清楚一點 即是宿醉和喝醉是兩件不同的事 是兩件不同的事 即是當時你已經是醉完 然後就是 未醒了那種狀態 沒錯 那你就想到要寫這首歌 我想問一下你寫歌的習慣 你是 即是 會怎樣去 當那個靈感來到的時候 你怎樣記下它呢? 其實我是先想了一個題目 先想了一個題目 即是 即是宿醉 即是宿醉 即是宿醉那一刻 我要寫這個感覺 即是一首歌 即是我那麼喜歡喝醉 我經常都喝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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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一次 特別醉得很厲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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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家人都 即是要上床幫我抹 搞到周圍 即是 即是那一次就很辛苦 那接著 但我偶爾都喜歡這樣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Release 好像有點發脾氣,扔爛了一杯碟碟碟的感覺 讓自己醉到這樣 原來如此,看來你的酒量也不錯 不容易灌醉 不容易灌醉,我猜到也是 以本人這麼多年的經驗 飲養就有得看 你這個也是飲養 通常寫歌就會想到 因為我覺得只記著melody太空泛 而且那個melody是想說什麼 最後你也要有歌詞 會有一件事想說 因為我覺得寫歌是 你一定有些東西想說你才會想寫 想跟別人說,如果我派得出去的話 通常我現在會設定一個主題 然後就向那個主題再想 如果我已經回到去 譬如宿序,我的感覺是怎樣呢 這樣就會更容易寫 而且不會那麼容易忘記那個melody 那你就不需要先拿電話出來錄音 或者以前會馬上寫下 沒有,因為我覺得如果那個melody夠好的話 你自己會記得 如果你自己也不記得,就是不夠好 是不是很變態 原來如此 我很有興趣知道 因為每一個創作人的習慣都有點不同 你這個也挺目標為本 這個令我想起有點像林夕 因為林夕也是這樣說 很多人都以為寫音樂會講靈感 他說不是的 我每晚定時定後八點鐘 沖杯茶在那裡 然後就看看有什麼歌 然後就寫 有時候都會完全想不到的 就算想了個 subject 我也想不到的 我覺得那些沒有靈感 但如果你有靈感 還有你隨時隨時去逛街 想不到一句 我都會重複去 那是否真的那麼好呢 那一刻我覺得好 有時候會突然那一刻覺得好 你之後覺得其實不是那麼好 我也有試過這樣 然後我就會扔掉那種melody 但是我覺得如果那個melody夠好 我回到家我真的早了 我都會記得 但你會逛逛街突然想到一句 是啊 那你會不會是停了在那裡想 我不會一直走 正常的 對 因為我心想做男朋友 會不會很糟糕 突然你好像在那裡 我以前有些男朋友試過 整天都會跳 我突然之間會想到另外一件事 然後突然跳回去 我跟他講的主題 是 我個人很跳 很跳躍 對 思想很跳躍 這樣 那你需要一些比較老練的男朋友 要好記性 好記性 為什麼呢 我剛才說的什麼我會記得 哦 因為我為什麼說你需要一些比較老練的男朋友 無論你說什麼他都當聽不到 這樣不行 我會不斷聽著他 原來是這樣 那我就縮醉這首歌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我們先講一個比較juicy的話題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想說的 因為我們兩個身處的行業都幾不同 有一個問題困擾了我很多年 就是是不是有些行業呢 一些男女關係特別混亂一點呢 那今晚主要就是想討論一下這件事 先講了做音樂 音樂人這個 音樂人是不是會特別亂 是啊 因為你之間藝術家性格又很奔放 對不對 我覺得都是看個人而已 看個人 是啊 是啊 我是看時段 我曾經當然有頑皮 有一段時間會是這樣 可能自己有些事情都不開心 有機會 可能是影響到自己 會突然間有段時間 會這樣突然間 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噢這樣的嗎 是啊 好像突然間 我爆了 突然間變成另一個人 會這樣 有些人長期都是這樣 我認識 長期都是有很多女朋友 很多男朋友 嗯 那 有些就 咦 我也認識過有些表面很專一 但其實他自己優出去玩 沒有人知道 是 那這個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算是正常人 哈哈 那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音樂人未必會特別是這樣 我覺得隔band那些更多 可能 因為音樂人很想建立自己的事業 可能 都未必會這麼亂 是 但我覺得 我以前隔band 我認識很多 反而會這樣 多一點 奔放一點 過人在 以前隔band 有一句說話 the drummers get the girls 即是打鼓 那一個混合了女兒 以前的人經常說 為什麼打鼓 不是主音嗎 或是結他嗎 這個很有趣 這個真的要說一下 我小時候都合過下班 你猜我玩什麼樂器 你猜不到 我想猜 你一定做Vocal 不不不不 其實我是彈bass的 所以我都知道 不是 都像 彈bass 是混不著女兒 你玩完首歌 女兒都不知道哪一段是你彈的 不改動 那你會彈 其實這樣 當然有時候很緊張 當是跌了 就在跳段腦子 拉了 不只要怎麼弄 活動 吧 對 呃 就覺得很帥 混合女兒,小識樂器,寫歌 女生又特別覺得,男生懂得玩音樂就很有型 所以很多人都為了混合女兒去組樂隊 我覺得有...我認識有一半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香港當時有這麼多不差的樂隊 就是用來混合女兒 就是拿起結他,隨便會彈幾個chord就算了 說完音樂圈,遇到擴闊一點,娛樂圈 雖然弟子算是音樂人,不算是娛樂圈的人 總有一些見聞,你不要說名字 但你覺得是否娛樂圈又特別頑皮? 其實我認識那些朋友,大部份都... 可能我不知道,不是太頑皮 但是我知道某個電視台出名是這樣 某個電視台,香港也有某個電視台 對,某個電視台出名是這樣 有人告訴我,但因為我不在裏面工作 所以就...我認識那些又不會是這樣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是...大家都英俊、英俊、英俊 外貌吸引到會比較容易 沒錯沒錯,你認識到我的點 其實我做過幾行 我教書,教書就是很不淫的 基本上就是... 然後做股票呢 股票呢,我覺得是沒有一個界別 有股票界的人那麼色情 不是啊,反而那些不是上班 他不是在公司那邊做的 沒錯,他多數是給錢去玩的 因為其實,坦白說,股票界就沒有什麼女生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擴闊一點點 說金融界的話,可能也是的 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主要點 我覺得那個界別的人是不是特別亂呢 其實是跟他的樣子有關係的 因為有某些界別呢 其實你是... 不是啊,我認識一些是... 沒有外表,但也可以很亂的 我覺得那個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你明白嗎? 首先他整體上,整個行業的... 用大陸的詞語,顏值是高一點的呢 那是比較容易出事的 我覺得男生顏值高一點是因為他容易 他多機會一點,一定有女生會肯的 但有些女生都是看你有沒有錢的 我聽過朋友說,看你有沒有錢才會簽來的 但帥哥就很容易,因為... 現在有些女生都不是想尋求那段關係 有些女生現在都會想開心一下 是 有些男生經常說吃女吃女 但其實我也知道女生都會吃孩子的 是 是這樣的嗎? 吃人不吃骨 有些女生會這樣覺得 通常都是...大部份都是年輕的時候,會覺得我有本錢 還有我年輕的時候還可以玩 其實我反而又覺得這是一個兩個層次的問題 有一個行業的偏向 這很明顯的機會多與小 那些人本身是俊男俊女 互相吸引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但是你說個別的例子呢 這就不奇怪的,尤其是你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的是男還是女 即是外貌很平凡 但也一樣是很吃虧的 什麼行業都有 什麼行業都有 其實這件事是真的 還有我覺得男生如果懂得哄女生 不懂得很英俊都可以 沒錯 這個就是我大概二十多歲的時候發現的一個 還有呢 因為我有很多男生朋友 還有他們都 完全不客氣的 我面前當我男生這樣說 他們都說 其實如果他們不是 他們有時候都未必說是體樣的 他們成侶 有時候就手 還有說feel 是 這個是的 因為其實美觀這件事 有時候是隨著時代 或者文化不同 而有些不同的 但是你想不想吃呢 其實第一就是看它的availability 還有第二 其實那件事要講得深入 要找一集來講 因為那個其實根據科學家的研究 是跟基因有些關係的 你可以坦白一點來說 你可以那條女兒很正 但是你都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或者那條女兒其實不正 但是你反應很強烈 那這個其實跟你兩個的基因 那個排序是有關的 我覺得要問一集來講 是的 這是一個很深入的話題來的 不過這些只剩下兩分鐘 我們講完娛樂圈 以及我們以前做過的那些界別的情況 那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案例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我覺得呢 如果你在這個圈子 你見得多英俊之後 因為其實呢 我都試過認識 有些男朋友都很愛貌協會來的 嗯 其實你看多了一個多月呢 你開始不會覺得他特別英俊 其實如果你在這個行業裡 我不知道啊 可能有些人會不會像我這樣 嗯 其實你見多了英俊 你不會覺得很特別 嘩很英俊 就是很少 是 英俊見慣也平常 是呀 尤其是當你已經拍拖了 你見過他很多很肉酸的時間 是呀 還有你試過跟英俊拍拖 然後 那個是Barbie來的 你會發覺 哦 Barbie很糟糕 是呀 那你就會很生氣 然後就會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那次之後 我對英俊又有誠懷 有誠懷 會很無路的 會怕是這樣 我要相處很久才行 這個真的是 大家跟病相連 我曾經有十年八年左右 我是絕對不會混合那些 我覺得漂亮的女兒的 因為我二三四歲的時候 混合那條女兒 是真的超級漂亮 即是去選擇 香港小姐一定贏的 基本上就是 但她沒有去到選 即是她不會做這些那麼便宜的 但她是我剛才說的 即是公主病也很重要 我去公主病也不是Barbie 即是都有一些Barbie的了 開始去到有一些 不是我見到那些人沒有生氣 我會著火的 你會著火的 對 真的會很猛暈 見到那些人就會 哦原來是這樣 幸好我個人也不是Barbie 你都沒有著火 你看到我 其實我大約有十年八年時間 我一見到有這些女生 有少許有機會 我都會逃避了她 這是經驗之談 而且自此之後 我從來都沒有羨慕過 別人有漂亮的女朋友 即是我覺得每一件事 因為你相處樂 我試過多出幾次街 現在我自己是會多出幾次街 然後那個人會令你著火 就會看下次再見 哦 這個有趣 究竟有些什麼 criteria呢 我們第四節回來再談談 有趣的 有點雖然 plutôt 可以 關 faithful